好,2024大选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在高雄举办造势晚会 现场支持者是高喊气蓝绿保台湾 誓言要把柯文哲送进总统府 但是柯文哲在自持的时候 疑似因为太过激动了 不小心口误说出只有民进党有关键力量 气蓝绿保台湾 选前超级星期天 民众党在高雄举办大造势 支持者几包会场 纷纷抢折合柯文哲机长 光是大进场 柯文哲何无信仰 却花了十三分钟才走上舞台 至此狂候民进党政府 但或许是太过激动 喊话政党票要投给民众党时 柯文哲还不小心口误了 连日来好几场造势 也让无信仰的嗓子持续撒哑 盯着第八度的声音向民众喊话 展现团结力量 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黄珊珊 黄国昌等人接力上台助讲 现场气氛热血沸腾 民众喊出造势现场人数不八万 线上观看的支持者也高达十万人次 白银自居是代表台湾生命力的小草 而这股小草旋风也将一路从高雄 蔓延到1月12号的凯盗选前之夜 借林俊廷 陈瑞祥 陈思琪 江坎林 高雄 采访报道